Hello 我是Linda 在越来越卷的这个时代呢 你能给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 就是你存在的意义了 那你看一下我现在手上 这个是一个硅胶管 食品级的硅胶管 就是我们平时进水器 会用到的一个硅胶管 那这个呢 汤公 这个是什么管 这种也是属于一种密封用的 密封用的 对 密封用的 这个都是比较软的管 那看我手上这个 是常见的热缩管 那这些管呢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客户 他会要求就是挤出厂 他要直接给它切好 他就不想切了 那挤出机的话 因为速度非常快 那对一个切管机的要求 也会很高 他一定要匹配得出 这个挤出机的速度 要不然的话 他的产能就会被抑制 比如说那挤出机 他一分钟是能挤出多少米呢 挤出机的速度呢 这也要看管的大小 比如说小管的话 它也是开得挺快的 也有100米左右 100米左右 对 所以说它的一个切管机 也是要能有这个速度 一分钟能切 我们的切管机的话 要跟踪它的挤出机的速度的话 就必须要有个高速 对 所以说这台机器呢 也是我们挤出机的一个工厂的福音 为什么 因为它不需要去降低你的这个挤出机的一个产能 那你又能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我们这一台机的话 都是针对软管对吧 对 我们现在这个速度是多少 这个速度的话 我们这个一分钟可以切到2000刀 一个小时点就可以切到12万条 哇 那是非常高速的对吧 非常高速的 因为我们这个高速切管机的话 我们必须要跟它的挤出机的速度 要跟得上 而且甚至要快过它 如果说我们不快过它的挤出机的话 它就造成它的挤出机要放低产量 客户可能就不会去考虑选择这个设备了 对 那可能有人会怀疑 你是不是在吹牛 有没有这么高速呢 来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速度啊 就像雪花片一样 就非常的高速 那我很好奇的话 除了挤出机的工厂 会用到我们这个机器 那我们有很多客户是限速加工的这个工厂 它平时它就需要切这个热锁管 但是就是像这么高速的 它们用得上吗 用得上 这个为什么说用得上呢 现在的要求越来越严 它的像我们这个 你看切出来是很平整的 无携口的 像普通的切管机 切出来都是有携口的 分身是扁口的 它的客户的要求的话 打不到 打不到的话 它就必须选择这个 你看这个是非常的平整的 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一样 都是要求非常严 如果说你就携口的话 特别是现在好多国外的客户 它都一定要有 不能有携口 所以说的话像目前的话 我们都有合作过哪些客户呢 像限速加工的话是哪些客户 像限速加工的话 有一些像比如说 郡鼎达 我们这个基金还有过去切波音馆 郡鼎达它直接买去切波音馆 还有珠海光纬 那个光纬 光纬链 给格力的衣服 格力的材质 这种限速的那种副套管 都是它整卷的 打好卷的 我们就好比这个热手管一样 它是打好卷的 正常的是客户的 它的床里面自己有 它有放料架 直接就套上去 一卷管套上去之后 从这里就类似这样穿过来 直接裁着它需要的长度 再拿去套那个限速 所以说的话 如果我们这一台机 匹配一个挤出机的话 它是不需要 因为它是直接连挤出机的 它就不需要放料架 如果是说一些限速加工厂 我买回原材料了 买回来管了 整盘的管 那它自己的话 就有很多这种 像一个放线加 放料架 它自己工厂都有 就也不需要我们去匹配 那除非的话 就像这种对吗 对 硅胶管 像这种硅胶管 它的放料架就会有点特别 对吧 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就是正门针对硅胶的 因为硅胶它是这样子 硅胶管跟PVC管不一样 硅胶管它是出来 它是经过炉烤熟的 经过隧道炉烤熟之后 它出来的温度 表面温度 管的温度还有接近200度 那这样的话 它就不能跟机器同步再生气了 它必须得要是做好 冷却完之后再来上裁切机 裁切 裁切的话 我们就硅胶管它是软的 有弹性的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主动式放料架 这里有这个光纤 我把电插上去 插上去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可以连接的 对 可以连接的 你看我们这里有 上面一组光纤 下面一组光纤 我们这个管的话 是一般的硅胶管的话 都是做好落在框里面 胶框里面 放在这后面 我们从这里穿上来 它就在框里穿上来 之后经过这里 经过这里压住 这是一个主动的送料 主动送料轮 它可以把它送过去 送过去我们到这里 到这里之后 经过这里之后 再上到采取机 它这里是可以控制它的 上下幅度 一直保持一个幅度 防拉扯的 就非常的方便 对 就不需要人去 什么怕它什么 拉上来掉下去 会影响到这个采取的公差 这个就不存在了 对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采取 这个刚刚说的公差 它的一个精度 长度精度在范围是多少呢 长度精度的话 这个也要根据管的 采取的长度来定 像我们像刚刚采这个 20毫米长的这个热手管的话 这个公差的话就在正负0.1 正负0.1 对 比如说采一些比较长的管 比如说500毫米长 一米甚至两米 这个公差的话 稍微偏大一点 可能有个正负0.5 正负1毫米以内 对 那我也很好奇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机器这么高速 那它的操作容不容易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控制面 操作很简单 你只要设定这个 这个是你需要采取的长度 比如说我要采取30毫米长 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条数的显示 比如说我采了多少条显示的 这个就是我们设定的 客户可能要装袋子 一带多少条 一带可能1000条 我就输入1000 确定它到了1000条 它就会报警 这里也会停机 然后你在启动 按启动它就直接又开始 从1到1000 它又停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这个操作界面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用户语言 它直接就可以知道 我该设什么样的数值 没有像很多 可能有些会用一些机器 这种技术语言 可能只有工程师看得懂 算得明白 但是我们的用户看不明白 我们这是很傻瓜式的一个插作 很简单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你看这些案件也是非常 都有很清晰的一个标注 告诉你看哪一些功能 那刚刚我们会说到 像我们这些软管 都会要求没有这个斜口 对吧 那它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刀具 它能保证它没有斜口 这个就是一定要用美工刀 而且是美工刀还得要两边附住来斜 这个管的话呢 因为它是这样子 我们的美工刀从一边 两边都有自己把它附住 刀从中间过去 它就保证它这个就是无斜口 是这样子的 那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们刀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刀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话呢 我们是靠这个刀的话 我们必须得要停止键 然后这里是打开这个覆罩 这里有一个保护开关 在正常的机器操作的时候 你不能去打开 一打开的话 整个机器就停了 对 这是一个保护开关 非常的安全 对安全问题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这种美工刀 两边有个地边有个字句 一边有个字句刀从中间过 这个缝很小的 然后这样才能保证到 这个得手管 这个管材切除在无斜口 这样子下去 非常的灵活 然后放刀片的话 刀片不利的 放刀片就是这里四个螺丝 用个六条角板锁 把螺丝一松 这样抽出来 抽出来你可以掉个头 放另外一头用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那我很好奇就是刚刚说 那怎么样保证 你看我们的这个热缩管 好像也没有被压扁 它怎么样保证我这个管材 它不被压扁 这个就是取决于送料的方式了 这个就是送料方式 我们这样这个 我们的送料方式 它是这样子的 那是这样子 皮带送料的 也就是也有俗称叫履带牵引 它是皮带送料的话 它主要是什么 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它可以它的距离有那么长 然后保证它的稳定性 还有这个皮带送料的话 它两个同步往前送的情况下 它的皮带的平面 只要跟这个管的那个接触到了 接触到了之后 它就直接就送过去了 所以说它一个接触面 它是一个整个平面 它不是说单个点 所以它受力会更均匀 不会说单个点受力 如果是那种滚能式送料的话 它上面一个滚能 下面一个滚能的话 它只是一个顶 就一个顶点 一个尖点 它也必须要压扁 压扁之后造成管的话 它就会伤害到管 这也就是为什么 普通的这种切管机 它是做不到这个切口 这么平整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普通的切管机 它为什么切不到这么平 那个切不出来又斜口呢 因为它那个刀的方式也不一样 它是上一把刀 下一把刀这样子 上下对叉的 好像好比我们的剪刀一样 所以它就这样剪出来 切出来它就有斜口 那我们这个管的话 我们可以切管径范围是多大 管径范围的话 我们从2.5到25毫米以上 2.5毫米的资金 到25毫米的资金 都可以 都可以 也可以根据客服的需求 如果客服有更大的 我们可以定制 那它的一个可以切的这种管的一个材质都有哪一些 材质的话都是要切软性的 因为我们这个这款设备主要是针对软性材质的管 PEVC TPE TPU 波温管 热锁管 硅胶管 这些都是软性的 都是可以的 对 OK 那我们有看到的话 刚才我们这个可以左右移动 这个旋钮 它有什么好处吗 这个可以移动的话是方便到我们第一方便到我们往后退开之后呢 我们这里需要跟放刀片的时候 我们这里有个空间可以伸手进去 用扳手把这个四个螺丝松掉 把刀片放掉放好 然后刀片放好的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就说根据管的那个管材的那个软硬度来这里取得一个调节的反冲作用 就是这样子的 对 就有的可能它需要保持一点距离 对 有可能 比如说什么材料它需要保持距离呢 比如说一些PE管 PE管它是它虽然是软性的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偏硬 有点偏硬的话呢 如果我们靠得太近了的话呢 这个刀片切下来的话呢 可能它会影响到它的送料的功夫 对 我们稍微离远一点 因为它的管比较硬的话 我们可以离远一点 它有这个支撑率送过去 我们就离远一点 让它这里起到一个跟刀的距离离远一点 起到一个反冲的作用 OK 这样子的 那还有好奇的话 是什么样的一个驱动方式 能保证我们的机器有这么高的速度 这个都是 能保证我们的筋度 伺服 只能用伺服才可以把它打到这个筋度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电箱部分 我们的电箱部分就是有两 这个两套伺服在里面 这个2.6千瓦的伺服 就是这个切刀的 这个伺服电机上面装了切刀 我没有想到 看着那么简单的一个切刀 竟然需要用到2.6千瓦的一个心结 因为有一些管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有些客户可能做了25 30甚至有35 40的都有 它的管径比较大 并厚 管径并厚的话 你这个电机如果小了的话 它直接切不断 所以说不要看着 那个美工刀很简单 但是它的驱动方式对吧 还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呢 它就是牵引送料的 这个也是750瓦的 750瓦的伺服电机 就是做来牵引送料过去的 OK 还有我们会看到 这有个PLC 这个也是心结的PLC 就是 所以说我们才触摸屏上去 这种智能化的一个控制 对吧 OK 好 那我想问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客户的这种管 刚刚也有说 就是我们的套管 这种空调线的管 PLC管 可能它切需要切比较长 那它后面那个成绩是怎么样办 不是我切一米 切两米的一个长度 切一米两米的长度 所以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可以加一个输送带 一个输送台 这个输送台上面 它有那个 带那个气吹的 吹气式的 我们比如说 我要切一米条 我的刀切断之后 刀切断之后呢 这个输送台上面 有一个吹气功能 它就掉到这个输送台上面之后 它就直接从那个输送台上面吹下来 吹在这个PLC管这个头旁里面 所以说它就可以 一个是保证它的一个整齐 对这个都是根据客服的需求 有些客服可能才短管 我根本就不需要用不送 用不送才短管的话 我直接装泡 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如果说客服 它是需要裁床管 这里就得还配置配一个输送台 OK 那我就想说 像刚才那个美工刀 它那个寿命是多少呢 美工刀的寿命的话呢 这个也没有一个固定的 因为根据管材的材质也有关系 有些偏硬的可能磨绳快一点 有些很薄的很软的可能就是磨绳小一点 那我以什么标准说我要换刀呢 这个就是说 这个标准的话呢 就是说你如果你裁出来 这个管的那个刀口有点起毛 你就立马要换了 有点毛刺了就要换刀 因为这个刀是美工刀 就是你的文具店里面 或者你开机之前 你可以检查一下刀口 如果不利了就直接放掉 OK 那其实整个机器 我们看的还是蛮大的 那我们为什么设计这个尺寸呢 是什么原因 设计这个尺寸的话呢 主要是我们这款设备呢 主要还是跟说挤出机 在线同步裁切 挤出机都是比较庞大的一个设备 我如果这个裁切机的话呢 做得太小了 放在那个挤出机的后面 那根本就不搭配 也就不匹配 我们只能做个稍微大一点的 跟它的挤出机 扣上去给人的眼光是很漂亮 很匹配 还有我们这个 静管的这个高度 跟这个挤出机的高度 出管的高度是一样的 这样扣上去就是挤出机在前面 能一路扣过来是很美观的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这个机器最长可以切多长呢 最长的话这个没有固定 无限长都可以 无限长的对 OK 只要说你能接受 就后面加输送带就行 也不是说加输送带 输送带这边都是标配两米长 因为为什么呢 超过两米长的管 几乎都是很少的 几乎管材的长度 基本上定在两米以内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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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简史